吃着中国的饭一边炸着中国的碗 Radeon H&M品牌一句具用新疆棉花 华春莹气到口不择言 网友也气愤填膺 H&M那几块破破 我多说几句都觉得在浪费口舌 成都一间商场火速撤下大型招牌 但不仅H&M在中国沦为过街老鼠 其他BCI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成员 包括Nike Adidas Uniculo Zara Win良品等等也扫到太风味 H&M集团代言人黄轩宋茜 相继发表终止合作声明 大批中国艺人像是迪丽热巴 赵丽颖 杨幂 Angela Baby 立刻展现爱国心 表态支持新疆棉花 切割相关品牌 还有陈奕迅晚间也宣布终止与爱迪达合作 连台湾多名艺人也参战 包括彭云燕 张局宁 徐光汉 以及欧阳娜娜 但其中欧阳娜娜因为慢半拍 反倒被中国网友骂 中国官方炮火猛烈 但老百姓身体却很诚实 24和25号连续两晚都被募集 相关品牌店内人来人往 市一间还有人排队 而且尴尬的是BCI有200多个品牌 有人说真要全抵制 恐怕以后只能裸奔 但也有品牌反向操作 像是安踏和Filla 紧急退出BCI自保 为了新疆强迫劳动议题 中国不惜挑起时尚战争 战场无限扩大 风暴料将越演越烈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